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》在報告中表示 80億元的專門款項分為經常開支和非經常性開支 經常開支包括薪酬及津貼、專門服務聘用費用、租金、其他營運及行政支出等 非經常開支包括小型建築工程、專門設備、系統設置、機械及其他資本性開支 至於駐港國安公署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不在上述80億的撥款之內 報告也提到特區國安委秘書處設有專屬的會計財務小組 負責處理國安相關工作的收支安排及財務事宜 並直接向財政司司長匯報工作 財政司司長也安排了對帳目進行獨立財務審計 並以審閱經獨立審計的財務報表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表示 根據《國安法》第十四條 國安委工作不受香港特區任何機構、組織及個人的干涉 工作信息不公開 所以不會進一步披露款項的使用細節 有稱許多不同司法管核區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開支 及人手編制為高度機密資料不如公開